热拉随身听 因为有爱 所以聆听 很惯例是该跟粉丝抱一下 但我旁边这个 林小姐 我脸上是有什么东西吗 算了 抱就抱吧 谢谢配合 你发什么呆呢 不抱就算了 抱歉 这位林小姐果然是路人啊 一点都不给我们平安的面子呢 好了 我们的活动也到此结束了 感谢嘉宾们的参与 以及台下观众朋友们的热情 我们下次再会 你别说 你老板和林月威站在一起还挺不搭 我发个微博 零雇CP从我站起 你要把老板的照片发上去啊 只有个测量而已 还是不好吧 别发了 他们这一对这么扬言 就算我不发别人也会发 你看 已经有人先发了 这个路人小姐姐超好看 想家 突然想踏墙一秒啊 我是魔鬼吗 楼上加一 你不是一个人 这是什么姐妹画面 一分钟内 我要得到这个小姐姐所有的信息 老板的真实信息没被扒出来吧 没有 你别这么紧张 还是别闯了 别人是别人 你是你 好了好了 待会儿咱们出去吃大餐 你把那些照片放我吧 干嘛 你忘了 我老板是女友粉 今天在台上有互动 肯定想留下来做纪念 老板老板 你心里就有老板 我冤枉 我哄老板开心 老板呢就会给我升职加薪 我就有更多的钱上交给你了 你说 我这是为了这 行行行 说不过你 那都罚你了 近江文学城玄间原著热拉出品 现代纯爱广播剧 零世难顾第七期 居然没有报我 怎么样 力度够不够 嗯 舒服 今天活动怎么样 别提了 怎么了 我 你 没什么 来 这里没有摄像头了 说吧 今天活动怎么了 我看到我那个暗恋对象了 哇 好浪漫啊 他居然去参加你的活动吗 这哪是暗恋对象啊 简直两情相悦 得了吧 他就是路过而已 你确定他不是特意来看你的吗 不可能 你是小说看多了吧 我觉得挺有可能的 从今天开始 我决定不喜欢他了 啊 我看喜欢你很不错啊 你这样说我要认真的啊 我就是开个玩笑 我也是开玩笑 行啊 我们还是出来吧 不然剪接小哥还以为我们在写手间里干了什么呢 嗯 那只兔子 我前两天收到一个兔子玩偶 是不是你送的 不是 这个送你了 这不是你粉丝送给你的兔子吗 没事 他们都知道我们关系好 送给你没关系 那我收下了 嗯 进 小谷总 您的咖啡 嗯 不好意思 小谷总 我马上请人来清理 没事 是我没接好 你去吧 好 不得了 我老板追星追魔正了 嗯 怎么了 我刚刚给我老板端咖啡 他就一副皱着眉都很不开心的样子 我还以为是公司上出了什么问题 结果他不小心打翻咖啡 结果他不小心打翻咖啡的时候我就看到他是在看林月威的图片 什么图片啊 什么图片啊 他这么心不在眼 好像是林月威和少雅思外出的图 嗯 什么图啊 今早那张少雅思背兔子的吗 我不知道 可能是吧 嗯 毕竟你老板是女友粉吧 可能在他看来就跟自己老婆出轨一样 不会吧 我老板没追星之前特服特淡定 哎 不跟你说 我先去叫人把办公室清理一下 嗯 工作要紧 感谢我们选手 也感谢任三位极其佩服的许位观众 谢谢你们 他怎么还不来抱我 算了 还是我来吧 没必要抱我 我只是路人 阿普总是个人才 这么笑死我了 怎么能猜这么准 哼 别人都是粉丝上场 就他找的路人 现场粉丝这么爽 都是谁给他偷的票啊 节目组做票呗 事发现小粉红天天上热搜 多伙事 和节目组导演睡得爽吗 导演总没给他指向牌定你了 哼 哎呀 粉丝天天吹什么高颜值 现在被一个路人比下去了 这下看脑传股还怎么吹 你们 都是大猪头 来我办公室一趟 好的 进来吧 你上次说林月威被黑是公司背后操作 具体是怎么回事 这事我女朋友私底下跟我聊过 她一个做营销的朋友说 林月威被黑不是节目组下的手 就是里面的选手 你仔细说说 嗯 节目组下手 从剪辑就能看出来 选手是因为竞争压力 看到他现在风评不佳 就想花点钱在后面推波助拦一下 上期节目播出之后 就一直有说林月威排名下降了 那怎么给他挽回风评 他朋友说 节目组一直要这个热度的话 恐怕就不会在剪辑上优待他 如果后面要是没有反转的话 怕是要准备淘汰他了 是吗 不过现在流量就是王道 黑红也是红啊 多少人买多少热搜都上不去第一呢 林月威一上一个第一 一挂挂一整天 出道希望还是很大的 回头 你给我一个投票教程吧 好 人家能买水军固执黑 我是不是也能固执红 按理说是可以的 那就行 这些工作之外的事 麻烦你了 我给你算加班费 不用不用 不麻烦 那好吧 下个月我给你涨工资 谢谢小姑总 没事了 你去忙吧 好 薛定乐还是这么胖 你好呀爸爸 好久不见 喵 你把他照顾得很好 反正比你照顾得好 你那个毛病好了没有啊 我没事 真的没事 比心情好多了 你知道我的 如果没有别的事 我先挂了 我有正式要吗 燕秋 不如你还是 晚安 这是我女朋友介绍的一个搞营销的朋友 小顾总 你要是想找水军的话 可以试试 好 喂 我是朋友介绍过来的 你怎么称呼 我姓林 林女士你有什么要求 我想帮一个人扭转她在网上的风评 但我不知道具体怎么做的 你们这儿 有套餐之类的一条龙服务吗 有的有的 我们的套餐呢 是按照需要的人力来分的 质量越高 价钱呢 相对来说也会更高 钱不是问题 我们这儿按条算钱呢 多少 均价三毛 就这么点 最贵的呢 这个 我们会为您制作方案 一条龙全包 那就按照最贵的来吧 什么时候可以开始 由于您的需求比较特别 我得请示一下我们老板 他稍后会亲自和您谈的 好的 我刚刚跟你说的话 请你不要泄露出去 包括介绍我到你这儿来的那个朋友 放心吧 我们是专业的 那您那边稍等一下 待会儿我们再打过来 好 我把兔子送人是不是不太好啊 毕竟是这片心意 大不了就放着不带就是了 兔子兔子 你在哪儿呢 我洗完了 洗挺快 你去洗吗 我待会儿再去 哦 怎么了 我的兔子不见了 什么兔子啊 那儿不挺多兔子吗 是你送给我的那个不见了 那我帮你找找吧 我记得我明明怪包上来呀 找到了 怎么在你那儿啊 我听我妈妈说 有的东西有灵 它这个时候出现在我床上 会不会是冥冥之中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什么 可能它已经认主了 估计是任我为主了 再放在你那儿 怕是会引发一些不好的事情 哈 所以 这个就留在我这里吧 我再去给你挑一个别的 这个也不错 我给你挂上 好吧 要不你把那只兔子挂上吧 不是在外面 场CP吗 我俩都挂的话 正好群里兔 我怕别人以为我喜欢 都给我送这个 到时候房间里放两堆兔子 你不觉得很可怕吗 还好吧 我可以和粉丝说是我送的 你本来不想挂 为我求之才挂上 好吧 又喂 今天你们俩带了一样的兔子 是啊 本来它是不肯带的 都是我胁迫的 是群里兔吧 群里兔子别跑停了 明明这两只兔子差别那么大 一个大耳朵一个小耳朵 怎么会是情侣图 小谷总 您要的资料 放那儿吧 小谷总 嗯 要不要再给您换支钢笔 钢笔 弯了 哦 换吧 好的 那我先出去了 嗯 喂 你现在CP炒得火热 还记不记得 你有一个在家独守空房的老婆 什么老婆 少胡说八道 你喜欢给你 前几天那热搜你看了吗 就你老婆和你在站台活动上 玩游戏的那个 热搜说什么了 就恶意解毒呗 得着机会黑你 我闲得没事看人黑我 又不是抖M 总之 你最近多留心 这次活动站台被黑 还有可能是选手下的手 节目组如果要知道话题的话 没有必要在那个时间点黑你 嗯 我会注意的 上回让你办的事办了吗 办了 不就是帮你顾粉 然后买水军反省舆论吗 我坐着呢 但是我发现了一件事 有一个神秘的金主 好像在和我做同样的事 谁啊 你猜 不说我挂了 我说我说 本来呢 大家也要遵守保密原则的 但是巧了 我找的公司和你那位神秘金主 找的水军公司是同一家 我本来还想砸点钱的 结果人家说已经有人在做了 然后呢 对方是什么人问出来没 急什么呀 这个金主 你认识 我认识还用得着问你呀 哇 你现在真是越来越暴躁了 我不跟你计较 那你还说不说 哎呀 说说说说 其实我也只知道那个金主姓林 林 而且是个女人 还有别的吗 没了 这点信息都是我好不容易问出来的 你说 会不会是你妈妈 要不 你打个电话回去问一下 我先想想 行 我这次放了不少你的陈年物料出去 现在你的粉丝 基本上是处于极动机械状态 现在网上都是些路人跟风黑 营销号利用你的流量来赚钱 风平这块慢慢来 估计要等到节目结束后 彻底反转了 出道最重要 嗯 谢谢了 哎 我们俩说什么气啊 不过你的脾气真是越来越大了 克制一点吧 在基地里都想两个朋友 以后在圈子里可能也好混一点 知道了 因为你出来了 今天我们要去拍杂志 你快点准备一下吧 嗯 这次站台活动被黑 很有可能是选手下的手 展四 待会儿拍杂志 我想请你帮个忙 月威你怎么了 我没事 你们谁带了纸巾吗 我带了 这是怎么了 怎么突然就哭起来了 是不是因为排名变定六了 前几天月威不是和第一名第二名去参加站台活动了吗 和一个粉丝互动的事 被骂上了热搜 哎呀 这有什么好黑啊 网上的人吃饱了撑的 他们无脑黑你都是有目的的 就是为了不让你出道 你这么容易上当 岂不是随了人家的意 嗯 好好练习才是正理 你那么多粉丝喜欢你呢 我上回下班回来 看你粉丝在外面等着 他们还问我 你什么时候结束 谢谢你们 准备去化妆了 你们围在这干什么呢 没事 走吧 嗯 好抬头 好微笑 弧度再大一点 漂亮 回头再给个眼神 哎 从下慢慢往上看 对了 你拍完了 嗯 我们都拍完了 爷位 你这套妆容好漂亮啊 笑起来特别邪魅娟狂 好像霸道总裁啊 什么霸道总裁 你想说看多了吧你 等成片出来你就知道了 肯定不止我一个人这么想 刚才一直没有机会和你说 你 刚刚看出来谁最有嫌疑了吗 没有 但 这几个可以排除了 嗯 那也就是还有一半 没事 时间还长 慢慢查总会有结果 嗯 你心里有数就好 那我先出去了 这个房间给你用 好 去吧 月位 你今天练了一天了 早点休息 嗯 你快睡吧 晚安 我现在没电脑 有空陪我聊天 可以 可以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就睡不着 睡不着 可以数呀 你是个直男吧 直男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不解风情 算了 没什么 我跟你讲故事吧 好 从前啊 有一个从小就长得很漂亮的小姑娘 是明天的眼帽 是冰冷的理由 是冰冷的理由 是梦然的挥手 是温柔的心 相拥 回到相依最初 自躺入暮 花雨飞舞 带着盛装出息的剧组 藏着不怀好意的瞩目 是没有对方的服输 我有落雾的距离 是寒冷的冰 脚染离去的背影 是无解的体 闪瘦渺小的阴光 散乱一地的迷茫 包括褪色的车窗 扭转意外的过往 是命运的阴谋 是平衡的理由 是无人的挥手 是温柔的相拥 回到相依最初 自躺入暮 花雨飞舞 带着盛装出息的剧组 藏着不怀好意的瞩目 是没有对方的服输 若有落雾的距离 若有落雾的距离 是寒冷的冰 悄然离去的背影 是无解的体 闪瘦渺 闪耀不定的灯光 闪耀不定的灯光 相伴一路的期望 推起怀疑的伪装 点燃热烈的出场 若有落雾的距离 是寒冷的冰 若有落雾的距离 是寒冷的冰 悄然离去的背影 是无解的体 闪耀不定的灯光 相伴一目的期望 对剧外衣的伪装 变了热热的出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